法國軍人照著鏡子 正在進行臉部偽裝 上個月底 英法丹麥近兩萬名軍人 組成的北約部隊 舉行了刺猬演習 北約成員國參與不稀奇 但其實我軍在先前的演習 檯面下其實有參與 雖說是機密不能說 但副主席隔離歐還是脫口了 不過其實不管檯面上還下 台法軍事有合作 早已是公開秘密 我軍主力戰機之一的幻象2000 和拉法葉軍艦也都是法國制 前幻象飛官也透露 確實雙方合作很密切 自從俄國入侵烏克蘭開始 台海危機 儼然成為全世界注目焦點 北約前秘書長就說 俄乌戰爭西方國家的團結 可能讓中國延後入侵台灣 前日本防衛大臣森本敏 接受日本媒體採訪也表示 美國保台的承諾 並無法律拘束 中共目標2035年前後統一台灣 屆時日本就無法置身事外 拜登上任以來 美中防長首次對話 美國重申台美立場 反對兩岸改變現狀 更不支持台獨 但大陸國防部長話也說得嗆 若有人把台灣分裂出去 解放軍將不惜一戰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